这个字很重要 第十七节是吧 十七节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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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好像是不太会用老师 是不是这个正直是不是平时说一个人的这个人非常正直 是不是也是可以用这个词 这个OK这个很难解释 这个可以是诚信可以是正直 但是你不要跟那个诚信 诚实又搞在一起 这个Integrity这个字相当重要 在西方社会里面非常重要 所有的公务人员你去就职的时候都明白告诉你 你要本着Integrity 警察公安或者是警察或者是什么海关 或者是法院做法官 Integrity是你的第一重要的品格 OK 所以那到底什么叫做Integrity呢 什么叫做Integrity 这是一个符合的字 很难用中文把它解释清楚 在中文里面可能是几个品格合起来 OK 那但是在英文里面这个Integrity是一个很重视 你看军人 看什么警察 什么这些东西 他们在宣誓就职的时候都需要这个 所以呢 也可以讲廉政 香港的廉政公署 那个廉政廉洁又正直 Integrity 讲的就是Integrity OK 好 所以基本上到底什么叫做Integrity Integrity就是你要做对的事情 OK 你要做值得信赖的事情 不可以有这些那个腐败的事情 OK 尤其不可以贪钱 不可以什么东西 而且你不一定要秉存真理 要能够让人信任 要有责任感 要有值得 值得让人家可以信赖你 你要很诚实 正直的来做事情 把这所有的品德揉在一起 这个叫Integrity 太好了这个词 这个字非常重要 在西方的社会里面 所有公务员 OK 就职的时候 不管你后来到底有没有做坏蛋 但是在公务员的就职宣誓守则什么地方都是告诉你 你一定要这样做的 所以这个字就意味着说 如果这个人有Integrity 他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他是一个连接的人 而且说这个人 所以他的程度 就是说一个人 他所有的你的 你对什么信任 责任或承诺 都不能做假的 人家信任 你对人家做的承诺 都不可以做假 OK 而且这意味着就 Integrity还意味着什么 你经过考验 经过证明 这是经过证明的 经过考验的这种诚实和政治 诚实和政治本身放在那里 比如说justify 或者这些好的字放在那里 这个Integrity是经过证明以后 你确实有这种品质的 有这种品格的 OK 谢谢 OK 另外还有一个 Site 一个是 Find Find有鼻音的 Find有鼻音的 刚才讲的正直 我听了一个尾巴 就是 Integrity 对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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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那个t 短一点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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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非常重要 美国人非常 正直 如果你讲一个人 你说 这张三 他是一个人 WithIntegrity 这个字是相当高的 水 就是很高的评价 人家一听 这个人有Integrity 表示这个人正直连接 所有好的都在他身上 这个词很重要 是啊 正直连接 而且他一定做对的事情 他绝对不虚假 从不会讲谎话的 这样的一个人 而且他永远都是做对的事情 所以美国军队 什么警察 公安 公务员 总统 就职宣誓 这个字跑不掉的 必须用 必用词汇 必用 Integrity 这个词太好了 Integrity 这很多种品格 很难用中文字 用一个字 把它解释 你说正直 其实还缺一点 你说连接也缺一点 像那个连正公署 对吧 又连又正 对吧 但是呢 基本上这个 在美国人来讲 这是最高品德规范 讲到一个人 能够是 被人家讲 WithIntegrity 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 非常了不得 一个字就够了 就这一个字 你一辈子 如果能做到这个 人家讲你Integrity WithIntegrity 这个人很棒的 非常不错的 今天的词境是好词 是是 没错 没错 都是好 好棒的词 是 是 谢谢观看